大家好,我是尤尚捷 讓我們隆重歡迎這次的乾爹 Surfshark VPN 你有在看劇的時候跳出 你所在的區域不支援本服務過嗎? 這應該是大家最阻攔的一行字了吧? 也是我在德國使用很多服務的家常便飯 像Netflix,甚至很多電影跟劇的字幕 居然都跟你所在的地區有關 像我前陣子想從上面看《鬼滅之刃》 結果發現德國版居然只有德文字幕可以選 其實我真心不懂這個設計耶 字幕檔不是本來都有嗎?為什麼? 就是不讓我選了 反正總之最後我就只好放棄 幸好 Surfshark VPN 即時出現 手指輕輕一點 我們的網路位置馬上可以從台灣、德國、美國 或是其他世界各國之間跳躍 追劇無國界 這應該算某種程度上是解鎖地球了吧?對不對? 而且就像旅行箱我們會上鎖一樣 我們的網路足跡也需要受到保護 透過 Surfshark VPN 可以讓我們的資料更加保密 隱私也更受到保護 現在 Surfshark 推出30天內 100% 的退款保證 另外只要在註冊的時候 輸入解鎖地球的專屬優惠碼 Unlock 就可以享有83% 的折價 以及額外三個月的免費期 坦白說這樣的優惠連我也覺得有點太扯了 所以現在就到資訊欄點擊連結試試看吧 大家好,我是有尚捷 大家好,我是邱婷璇 歡迎收聽解鎖地球 天啊,這是睽違不知道多久耶 一年多啊 睽違一年多終於回到現場錄音 我真的感動快落淚 說不定聽眾在聽的時候聽不出差別這樣 不可能吧,我覺得一定聽得出來的差別啊 好,其實很多人跟我講 好像遠端跟現場錄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覺得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一切都是用乾換來的 就是你那個時間差抓得很好 用後製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遠端錄音的後製是涼鬼錄音嗎? 然後它一定會有什麼延遲 那我盡量把延遲修掉 它會比較像現場錄音的那個感覺 其實我聽過,我是覺得沒有什麼差別耶 對吧,對吧 我覺得蠻厲害的 但是如果認真真的很仔細的聽的話 我們兩個人的音質是有差的 不是音質啦 就是我們兩個彼此在講話的時候 我們各自會有一些背景的雜音 對 然後那個雜音不一樣 所以你會覺得這兩個人好像不是在同一個空間 對啦,至少 可能還是只有我才會這樣感覺 因為我要跟這個音檔奮戰很久 真的你要同不聽很多字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今天齊聚一堂是為了 原本是為了要錄EP100 喔 但是大家現在點進來聽就知道 標題不是EP100 那並不是因為我想逃避什麼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最近有些突發狀況 對 對,那我想說正這個機會 跟大家整理一下我們最近發生的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一些恩恩怨怨 其實他們恩怨從很久以前開始 也持續很久了 對對對 如果以看新聞來說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俄羅斯怎麼不講武德啊 說打就打,奇怪 那可是他們其實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從最近幾年才惡化 你說邊界會陸續有些小戰爭嗎 對,那個是比較近代的事情 對,大家會有概念通常是從2014克里米亞的一集開始這樣 可是事實上只好在2014以前他們之間就是你知道 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千絲萬縷啊 可以這麼說 而且也不是 完全不是這幾個世紀才開始 就是他其實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 哇喔 對,是不是 是,突然覺得這個節目的眾生突然拉出來了 哈哈哈哈 眾生 對啊,對啊 那所以想要今天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聊一下這件事情這樣 而且,因為最近戰爭開打幾天這樣 那大家對於這個事情都很關注 所以我想說 一批一百 我覺得大家應該可以等 對不對 好久成問你 大家可以等 哈哈哈哈 對 我們先把我們對時事的想法給分享出來這樣 好,OK 那我們就來吧 欸,好緊張喔 這應該是解鎖地球第一次跟時事耶 而且這個主題超硬的 對對對 這我功課做很久了 真的很累 你很棒 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錄音的時間是二二八晚上 對 那我們的目標是 我今天晚上犧牲我的肝 然後換取我明天可以上線 加油 身為一個明天要上班的女子 好,身為一個明天不用上班的人 我就 我的時間應該是無足輕重的 喔,謝謝啊 對啊,那 想要趕上線其實是因為 目前的局勢真的順序萬變 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發展 我希望讓大家 不要說就是過了好幾天 然後我們資訊又可能太久了 對對對 那目前其實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開打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對啊 那最一開始其實很多人會覺得說 俄羅斯是不是一瞬間可以拿下基輔或是拿下烏克蘭 烏克蘭可能是秒殺的 一開始那感覺是對 就覺得喔,這次的那個行為好像非常的激烈這樣 對對對,就迅雷不及了 然後一口氣還把人家滅國 結果後來打到今天 四天五天了 然後好像 就也沒什麼進展 對啊 而且國際的制裁就開始全力的往俄羅斯臉上甩 所以趕快起來 為什麼突然覺得普丁好像很尷尬這樣 呵呵呵 感覺起來這個氣氛是這樣 對,好像有一點 對,可是坦白說啦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接受到的資訊啊或是媒體 都還是請西方為主 所以到底戰況到底如何其實講得太出來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媒體都會 抱對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嘛 對 那如果是西方媒體 當然會喜歡抱這個對烏克蘭有利的情況 但感覺我們也很難接觸到另一方的資訊這樣 對,就是等於說俄羅斯的媒體 其實在看來在國際上 或是至少在台灣 這資訊不會那麼受歡迎或是重視這樣 對 所以就 而且甚至俄羅斯 光是國內的資訊就不太流通 甚至他們人民應該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就是自己國家在幹嘛 對 感覺他們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種感覺 覺得他們自己國內的國民 對於這件事情也是沒有特別預備的這樣 對對對 就是突然說打就打 突然之間 就國家陷入戰爭 對 這件事情蠻可怕的 光是想像這個情況 就覺得 哇,我可能昨天還在 就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隔天就開始開展這樣 對阿 就覺得蠻可怕 就是直接世界變掉 嗯 不過坦白說 這次的烏克蘭跟俄羅斯危機 它已經拖很久 嗯 就從1月開始 這個局勢就開始升溫嘛 對不對 然後美國不是一天到來就說 欸,真的會打,真的會打 然後大家會想說 欸,幹,都你在講這樣 結果還真的打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 也蠻奇怪的 你有嚇到嗎 欸,我有嚇到欸 我也是欸 欸,我在想說 人家一個月前就說會打 對 如果你是普丁 你還會打嗎 嗯 就是別人一個月前 就知道你要打 就你還真的打 就蠻奇怪的 我不知道 這個 當然這個國際局勢中 有很多那種 暗潮汹汗的地方 我們也不知道啦 對 只是我已經有點嚇到 而且 因為現在打仗真的是 不是說你打我 我打你就算而已 而且是先弄到 就是全球這樣 對 雖然不是全球 是全歐洲關注的事情這樣 那我們常常在這個新聞中會聽到幾個單位 幾個名詞 譬如說歐盟 北約 那美國 那這些人之間跟烏克蘭到底有什麼關係 或是烏克蘭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那為什麼俄羅斯想要開展 其實有眾作紛紜啊這樣 那其實普丁醞釀這個對烏克蘭的這個行動啊 他其實醞釀很久了 就像2014年的克里米亞 我們剛剛講到的 對 他就算是對烏克蘭的一個 以烏克蘭的視角來看 已經算是侵略行動了 那至於說這一次的全面進攻啊 他其實像 他在去年的時候 普丁就有發表一篇小論文 不是小論文 就是 他有發表一篇一篇長文 來抒發他對這個事情的看法這樣 就可能有人要採訪他這樣是嗎 我不是很確定他當初是什麼情況下 要寫這個東西 可能期末要交報告 他寫一篇 真的是漏漏等的這樣 那我這邊採取的就是 上報的翻譯這樣 也很明顯的 我不會講俄羅斯語這樣 所以我只能看翻譯版這樣 那篇文我看完了 我看到幾個重點 那篇文你看完 那篇文 很長 還好啦 就是他也不算一本書 就是一篇很長的文章而已這樣 然後他有幾個論點 就是普丁他的論點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他覺得 俄羅斯人跟烏克蘭人 基本上就是同一個民族 所以他們應該視為一個整體 然後而且呢 他們共同的語言 嗯 那所謂他們共同語言 並不是說俄語等於烏克蘭語 而是說俄語跟烏克蘭語 他其實就是源自於 這個所謂的古老的俄語這樣 對 然後他們也有共同的這個經濟體系 然後他們在歷史上 他們在同一個政權下 曾經就是一起 曾經是一個共同的政權 曾經是共同的政權 曾經是共為一體這樣 那他們也同時都信仰東正教 嗯 這是他的論點喔這樣 他那篇文章基本上 等於說是在教育大家的歷史這樣 可是是以他這個普丁史觀來看這樣 那普丁史觀就是說啊 他古老的時候啊 有一個羅斯公國這樣 那他們以前都是羅斯公國 然後被蒙古人打爆之後啊 所以才造成現在這個分裂的元凶這樣 然後他還不忘的講說啊 那其實烏克蘭人跟俄羅斯人 就是懂為一體啊 那烏克蘭 我們家烏克蘭很乖的 那一定都是別人帶壞他 那誰帶壞他 就是一些外部勢力這樣 境外勢力干擾 那這個 境外勢力這個很常被人家提到 其實一天到晚 大家都會拿這個做文章這樣 然後呢 他就說這個境外勢力 就是專門是利用這種民族的情節 挑撥離間 傷害這個廣大人民的感情 沒有啦 這個傷害廣大人民的感情 是我自己講 我覺得蠻合理的 這蠻順口的 然後呢 普丁他有一些就是說 像現在烏克蘭啊 非常的貼近歐美西方勢力這樣 在烏克蘭境內啊 施展了很多這種 去俄羅斯化的這種政策 對 導致就是烏克蘭裡面的 俄羅斯人啊 俄羅斯裔的人啊 痛不欲生這樣 那他舉例 舉例就是說 像烏克蘭東部 兩個區域 像盧甘斯克跟頓涅刺克 這兩個就是非常非常親俄的地方 然後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 頓巴斯戰爭的時候 就各自宣布獨立這樣 那這也是我們最近看到 普丁在電視上公然宣布 這兩個國家 他承認他們獨立嘛 他就講這兩個地方 他說你看 這兩個地方 他們都想要貼近俄國 可是烏克蘭就喜歡強力鎮壓 那他為了解放這個 俄國的子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啊 這一次他投入戰爭的其中一個原因 也是這樣子 那所以呢 那個出戰理由就是自己講的很合理這樣 對對對 其實假天下是蠻合理這樣 那其實他有幾個點 然後我想說 我們可以從那個歷史的角度去看 那他到底說有沒有道理 他其實有些是有道理的 像是哪一些部分 他的歷史論述上 歷史事實上 他講的基本上是差不多 是這樣沒錯 但是解讀方式可能有很多種 那我們可以來看看 譬如說他普丁不是有提到嗎 他們當初啊 烏克蘭跟俄羅斯 都是屬於一個所謂的羅斯公國 那這個公國的確他們當初是這樣 所以這個公國 他的國號就叫羅斯這樣 可是因為像東斯拉夫民族建立的國家 很多就是包含了羅斯 這兩個字這樣 譬如說白羅斯 俄羅斯 所以為了區分啊 很多有些史學家 會把它稱叫基輔羅斯 那為什麼叫基輔羅斯 就是過去這個基輔 首都在基輔 對 過去這個羅斯公國 他的首都在基輔這樣 那這個公國他基本上強盛的時期 就是在九世紀到十三世紀 那這個很早以前 就是千年以前的 這個古老公國這樣 那他強盛的這個時期啊 就是他的下面就是拜占庭王國 拜占庭帝國啊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這真的是一個很久以前的歷史這樣 對 而且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大部分人啊 對於南歐啊西歐的歷史 都還蠻如數夾正 就譬如有什麼西羅馬帝國啊 什麼東羅馬帝國啊 大家都略懂略懂這樣 可是一講到羅斯公國 我要說啊這是什麼 這輩子沒聽過 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在做功課以前 我只有聽過名字而已 我對於他到底在幹嘛 其實沒有什麼概念 但聽起來他很強盛耶 照你這樣說 他在這一塊的確一方之霸 那基輔羅斯啊 他的勢力範圍啊 其實包括了現在很大一塊的歐俄 就是歐洲的俄羅斯這一塊 加上烏克蘭 加上像摩爾多瓦 一些周邊國家的一部分領土這樣 所以他整個領土是大的 喔 那其實那時候東奧跟西亞 就差不多是他的範疇了 沒有到西亞啦 就是基本上是在 比較東北歐的一塊 基本上都是他的這樣 那他往南的話 就是拜登廷帝國 剛剛講的 那再往東南的話 就是土耳其那一塊 現在的土耳其那一塊 當時不是土耳其 那所以呢 他基本上 他的位置大概是這樣 嗯 那其實這個羅斯公國 就像普丁說的 他是現在這些東斯拉夫人 國家的前身這樣 那所謂東斯拉夫人國家 現在目前有三個 一個就是俄羅斯 一個是他的小弟 白羅斯 然後一個就是 我們今天的主角就是烏克蘭這樣 那這三個國家 就是所謂的東斯拉夫人 那我們在講斯拉夫人的時候 你是不是第一個想到 就是俄羅斯 對 你覺得他戰鬥民族這樣 斯拉夫人很多 不是只有俄羅斯而已 那像我剛剛講的 三個東斯拉夫人國家 他是比較靠東的斯拉夫人 那西斯拉夫人的話 你知道哪些嗎? 立陶宛 沒有不是 想不到 其實真的 西斯拉夫人的存在感很低 不能說存在感很低 也不是這樣說 應該是說 他們很少人宣稱自己說 不是 應該說他們現在就是 現在的捷克、波蘭 對 這一塊這樣 還有斯多法克 那可是這些國家都很少會說 我是西斯拉夫人國家 或是怎麼樣 因為他們的歷史遠遠 比較貼近中歐這一塊這樣 就是你想到斯拉夫人 第一個印象 不會聯想到他們 對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大家都很熟 是因為 過去就有一個國家叫南斯拉夫 所以這些國家就是 巴爾幹半島上 很多國家就是 南斯拉夫人 為主體民族的國家這樣 那所以斯拉夫人的那個分佈位置 應該是有概念 東啊西啊南啊這樣子 有 很清楚 對 那其實東邊就是 當初基輔羅斯就是自己在玩自己 然後他次第半碗非常大 我剛剛講的 他從九世紀到十三世紀 很強盛對不對 對啊 可是到十三世紀的時候發生一個 驚天動地的大事 十三世紀你覺得最大怎樣 我知道 說說說 這我中間看了 就是蒙古帝國 就開始征戰 欸我沒有預計到你會回答是吧 所以 你很壞欸 因為想要隱藏一個爆點 沒有啦 真的有人 好啦 十三世紀大家都知道 蒙古帝國犀牲這樣 對 那蒙古帝國 就瞬間就把羅斯帝國打爆這樣 所以變得怪他啦 因為每個人都被打爆 對啊 太強了 也沒有人說真的可以抵抗這樣 羅斯公國其實當初是有跟蒙古人激戰這樣 那激戰之後不敵 所以就 羅斯公國就從此毀滅 那所以這個東斯拉夫人這個區域啊 就 就進入了這個蒙古人統治的時代 長達了大概兩百多年 其實蠻久的 那如果蒙古帝國大家熟悉的話 應該知道就是他在佔領這麼大塊區域之後 應該說你十三世紀 你沒有任何人可以管這麼大的區域啊 因為你光是 哇他那個帝國東邊到西邊 你光是騎馬去傳信 可能要傳半年 對啊 所以 這個太誇張了 就一定不可能 所以 到後來蒙古帝國就一分為四 喔 是很 就是像什麼有什麼聯邦的那一種嗎 就有點像聯邦的概念 當初因為蒙古帝國他 他的制度其實跟聯邦開 還是應該不太一樣 他應該 他就是一分為四 然後各自有不同的皇帝來管理這樣子 那在這一塊東斯拉夫人的區域啊 他就叫金藏漢國 嗯 又有個翻譯叫清查漢國啦 那這個我們都很不熟 我們小時候學的歷史 都是講 他建立原帝國這樣這樣這樣 可是那個都是在東亞 我覺得看環珠格格的時候 這個好像 環珠格格會講到清查漢國 就是好像這個名詞有出現 真的假的 不知道小時候的印象 我沒有看環珠格格 想不到環珠格格就好也可以講知識 這麼厲害 沒有他應該沒有講知識 只是有這個名詞的 四個字有出來 也不確定 哈哈哈哈 可是你記錯了 對 好 那總之這個就是蒙古人建立了這個 這個金藏漢國 他南跨的區域就等於說 目前東斯拉夫人盤踞的這個地方 就被他們佔據了 那所以過了兩百年相安無事 也不能說相安無事啊 對東斯拉夫人來說 當然是很屈辱了兩百多年 被外族統治這樣 可是到兩百多年後 蒙古帝國也開始廢掉了嘛 越來越弱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就開始 這些地方的 被他統治的原本 淪為接下求的這些人 哇發起反抗這樣 然後後來終於成功的逐出蒙古人這樣 那逐出蒙古人的時候 其實在這兩百年間 發生了很多事情 因為基輔羅斯已經不存在了嘛 對 那所以取而代之的 就是在莫斯科這個地方啊 它發展出一個 比較強大的一個公國 叫莫斯科大公國 它是驅逐蒙古人的主力之一這樣 那莫斯科大公國出來之後啊 同時啊 這個這塊區域的西邊啊 也不是同時啊 應該說陸續又出現了 比較強大的國家 像是波蘭跟立陶宛 嗯 那立陶宛大家不要覺得說 立陶宛現在看起來好像 很nice的一個小小的國家這樣 也不會跟別人為敵嘛 對不對 好像很小 立陶宛以前 很強 也是拽過一陣子這樣 當初立陶宛是那個 橫行屋主啊 在這塊區域裡面 喔真的喔 對說是要打誰就打誰這樣 還放過我燒過莫斯科 所以就很狂就對了 這麼兇犯 真的很囂張這樣 就是跟戰鬥民族打得這樣 難分難解 那立陶宛當時就跟波蘭啊 因為波蘭在立陶宛南部嘛 那他們要強強聯手 因為他們互相cover對方的背嘛 所以他們聯合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波蘭立陶宛聯邦這樣 喔 那所以這個波蘭立陶宛聯邦啊 它就佔據了現在烏克蘭這塊區域 那莫斯科大公國就佔據了現在 歐二這塊區域這樣 那所以他們就變成互相對峙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 在烏克蘭這個區域的東斯拉夫人 現在這個期間就歸入了 波蘭立陶宛聯邦的統治之下 那所以他等於說他是被外族統治 然後他們整個文化就開始受到劇烈的改變這樣 那所以 因為莫斯科大公國啊 他開始跟波蘭立陶宛聯邦開始一爭雄長 那他們之間互相競爭 戰爭非常多次這樣 那莫斯科大公國後來就是進化 就是變成俄羅斯帝國這樣 領土更大更強盛這樣 後來他在一次跟波蘭立陶宛聯邦的作戰中就贏了這樣 他那時候就大概把烏克蘭東部的那個區域就占走了 喔 因為原本烏克蘭整塊是被波蘭立陶宛聯邦給吃掉 對 那現在那個俄羅斯帝國拿掉了 就拿到了東烏克蘭那一塊 嗯 就比較靠近他的那一塊 沒錯這樣 然後所以呢 在這段期間內啊 就是你可以 如果你觀察現在的政治局勢的話 你就會發現 東烏克蘭通常比較親俄 然後西烏克蘭比較親歐這樣 那其實就因為他那個西烏克蘭 在波蘭跟立陶宛的統治下 有進行了比較強烈的這種波蘭化政策 就以前台灣黃民化那種感覺 很像 就是他想要同化你這些人 然後變成帝國的一部分 變成聯邦的一部分 所以他就會有這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過了一兩百年 其實對當時西烏克蘭人 呃 當時也比較烏克蘭人 那就是 西烏克蘭這塊區域的東斯拉夫人 有很大的文化上影響 像東斯拉夫人大部分人是姓東正教 對 可是西烏克蘭就很多天主教徒 就跟波蘭跟立陶宛 這個影響這樣 了解 對 那不過當然就是 後來波蘭又開始變 就廢掉這樣 呵呵 就是好景不長啊 這樣到了大概18世紀的時候 波蘭就開始越來越弱這樣 那波蘭越來越弱的時候 大家 你知道那個位置很好 就歐洲中心 嗯 所以大家 東看 大家看他們爽 對 然後東咬一口西藥一塊這樣 後來 波蘭就被大家一口 瓜分掉 那瓜分掉之後 那個俄羅斯帝國就在他隔壁 那當然不可能放過他 所以說我也要那一塊這樣 他就拿走了西烏克蘭 所以從此 開始啊 東烏克蘭西烏克蘭 都變成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 俄羅斯的一部分 那這個也是那個普丁很愛講的 比如說俄羅斯帝國 就是本來就有烏克蘭這一塊區域嘛 那所以烏克蘭就是 我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種常見的說法這樣 那所以說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烏克蘭就是東烏克蘭 有東西之爭這種感覺 佔東西啊這樣 他好像沒有佔南北 可是他們佔東西是 看來比我們佔南北還要嚴肅很多 嚴重 對 我們頂多佔粽子而已 可是他們就是 就是佔到那個你死我活 就是宗教或是政治立場都有很大的差 那可是呢在這個俄羅斯帝國 他過到20世紀的時候就發生了 大家都知道就是二維革命 然後接下來還有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嘛 那所以呢 俄羅斯帝國瓦解之後就變成蘇聯 對 那蘇聯他吸納很多不同的加盟國 一起變成一個 也是一樣聯邦的那個概念 所以這時候烏克蘭就出現 就是以烏克蘭的名字變成蘇聯其中一個聯邦 對 那普丁也很在講 就是說在這個蘇聯建立之前 烏克蘭這塊地 這塊地裡面不叫烏克蘭 所以呢 以普丁的歷史的脈絡的解釋下 他會說 烏克蘭就是蘇聯跟俄羅斯帝國創造出來的產物 因為在你沒有蘇聯前 拿到什麼烏克蘭這種東西 對不對 不都是我一部分 所以這是他的說法 對 這是他的說法 那後來就在蘇聯解體之後啊 烏克蘭還有其他的國家 就 前蘇聯國家不是說各奔東西 對不對 那所以烏克蘭也從此 就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一直到2014年之間啊 其實烏克蘭 他跟俄羅斯的關係 算是起起伏伏啦 蘇聯剛解體的時候 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 也沒有太大的什麼衝突這樣 對一直到了2000年以後 特別是2004年的時候啊 烏克蘭的政治局勢開始變得比較兩極化 就是一派是親二派 一派是親歐派 他們開始會有一些政治的角力這樣 那所以 2004年之後啊 這個他們政治局勢開始變得比較 怎麼說反覆這樣 一下親歐一下親二這樣 一直到2014年 就是大家熟悉的克里米亞衝突 對不對 那克里米亞衝突這個 其實 它的來源是怎樣 你大概 那時候媒體好像都沒有怎麼在講對不對 好像是這一次才又再被聽出來講 一開始挖出來講 對對對 當初我記得在看的時候 我也是一知半截 而且我其實 我當初在2014年來看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克里米亞在哪裡 完全沒有概念 就覺得我的印象中就是說 俄羅斯是不是突然衝進來 然後站走一塊 是這樣吧對不對 是媒體上呈現出來的感覺 是這樣 那這也是事實 也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前因後果就是說 其實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的前一天 前一年啊 2013年的時候啊 當時的烏克蘭總統是親俄派 那你知道烏克蘭一直有在歐洲跟俄羅斯之間 就是拉鋸嘛對不對 當時的親俄派的總統啊 他就終止了跟歐盟原本在談的一些合作協議這樣 所以導致了就是在基辅還有一些烏克蘭境內 一些傾向歐洲的人 他們很不爽 你說哎幹怎麼會這樣 因為很多人會希望說 烏克蘭不管是經濟還是政治可以傾向歐洲一點 對對對 那可是這個總統看來就是一心要把他帶向俄羅斯那邊 所以就爆發了就是那時候歐洲廣場的革命這樣 那所謂革命 它其實一開始就是一個示威抗議 那抗議到搞到後來 哇靠這個總統直接就是被轟下台這樣 那下台之後你可以想像 就等於說親歐派得到勝利嘛 對啊 那同時很多人不爽 第一個就是 親二派不爽 親二派不爽 然後普丁也不爽 俄羅斯也不爽 以俄羅斯的觀點來說 東斯拉夫國家是不是三個嘛對不對 白羅斯然後俄羅斯跟烏克蘭嘛對不對 那白羅斯他已經是俄羅斯小弟了 那哇你這個烏克蘭你也是我那個 烏二一家親 你怎麼可以背骨 對怎麼背骨 好意思當別人的小弟這樣 因為前蘇聯的小弟 現在都已經變成歐盟的小弟 所以 而且你其他太遠了 管不到真的管得到最近 哇靠你在我家門口 你也敢給我弄這個 要你的命這樣 那所以2014年 當時烏克蘭境內的親二派不爽 然後俄羅斯也不爽 那親二派主要有哪些地方呢 像克里米亞這一塊 它其實就是非常親二的地方 可是它歷史淵遠 因為克里米亞這一塊區域 它是一個黑海的半島 對 它其實甚至 我覺得它可以算是98%島 它有跟它連在一起嗎 有連 但是它有幾條路這樣連起來 那可是它也是陸地可以到這樣 它是一塊區域這樣 它當初的時候 克里米亞曾經是一個獨立的政權 克里米亞罕國這樣 那這個曾經被俄圖曼土耳其給保護這樣 不過後來就是俄羅斯帝國跟土耳其大打一場這樣 然後俄羅斯帝國贏了 所以就拿走了這個克里米亞 所以克里米亞其實是算俄羅斯帝國 然後後來也算是俄羅斯的領土 俄羅斯這個國家的領土這樣 那可是呢 因為當初在蘇聯成立之後 就是你這塊領土是誰的有差嗎 沒有差對不對 因為烏克蘭跟俄羅斯本來是本為一體 對 在蘇聯時期 所以那個時候在為了慶祝這個 烏克蘭跟俄羅斯簽訂條約 然後統一 這個紀念日上 當時蘇聯的第一書記 那時候是赫魯學夫 然後說那不然這塊送你這樣 可是當初真的沒差 因為大家都一起 都一起 就想說如果我們是室友 然後我說那我洗衣機那包送你好了 好像沒有差 反正我們就住在一起 可是後來就後來要分居怎麼辦 對不對 那這個有差了 對啊 所以分居之後啊 蘇聯解體 克里米亞在官方上 就是烏克蘭的領土 這樣克里米亞人會不爽吧 可是克里米亞人不爽 克里米亞人覺得說 我是俄羅斯人啊 奇怪 所以他們已經不爽很久了 都想獨立這樣 結果搞到這個歐洲廣場事件 這個親俄派又下台了 所以那個克里米亞人更不爽 原本總統至少是挺我們的 挺我的總統被你轟下台 媽的 就是他受不了 所以他們自行發起一個 脫屋入二公投 就是說大家不知道不跟他們玩了 大家搜一搜投靠俄羅斯好了 強攻了嗎 97%人同意 哇 所以克里米亞 真的是一心想要進入這個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當初也依這個名義 就是說 那個你看嘛 大家都想要我來 那我這不是來了嗎 就 大概是這樣的背景 因為烏克蘭 以烏克蘭政府的立場 他當然說這個公投無效啊 違法 對啊 那可是俄羅斯就說 不行啊 人家想獨立啊 應該說人家想要到我這裡來啊 你怎麼可以阻止別人對不對 因為俄羅斯 本來就對於這個歐洲廣場事件 不爽很久了 他直接佔據克里米亞 那所以現在克里米亞的狀態是怎麼樣 克里米亞就是現在已經被俄羅斯實質掌控這樣 了解 那可是你知道 就是俄羅斯進克里米亞的時候 克里米亞人是那種歡欣鼓勵 很開心的 對就很爽這樣 所以其實當初說 其實也合理啊 克里米亞危機 或者是克里米亞侵略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個很難定義 因為克里米亞人自己爽 對 真的是爽 那俄羅斯有他的道理在這樣 可能不符合這個國際的現況 所謂國際現況就是說 因為其實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都怕有人獨立 對啊 那這個我們應該都很熟悉啊 所以 所以在以烏克蘭來說的話 當然不可能說 你說獨立就獨立了 奇怪 那可是以克里米亞人來說 就說 我想獨立啊 我這個居民自覺啊 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這個 很難評斷到底怎麼算這樣 嗯 那所以克里米亞就成功了 形式上的 真的加入了俄羅斯這樣 雖然大部分的西方國家 不承認這個事情 他們一樣會堅持說 克里米亞就是烏克蘭的領土這樣 可是實際上是被俄羅斯掌控這樣 那現在就好啦 因為烏克蘭的境內 並不是只有克里米亞想要獨立 很多人想獨立 但是看到克里米亞成功 我也要 我也來 這個好像不錯啊 這個好像可以弄一下這樣 所以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啊 通常就是烏克蘭是東邊親俄 對 西邊親歐 所以 那出事果然是東邊這樣 對 東邊這時候兩個地方 又想要獨立 一個要蘆甘斯克 一個要頓孽斯克這樣 那這兩個地方就是基本上 它整個區域叫頓巴斯區域 他們也開始說 欸我也要在公投了這樣 那所以他們就 自行宣稱獨立這樣 然後所以開始跟烏克蘭軍隊 政府軍開始內戰 這個就是當初叫做頓巴斯戰爭 頓巴斯戰爭其實傷亡還蠻慘烈的 那你可以想像這兩個國家 這兩個想要獨立的國家 在背後就是有俄羅斯 在幫他們 在幫他們撐腰 就是輸送他們的武器啊 物資之類的 所以頓巴斯戰爭 一打就八年 中間有講和啊 有打 然後又停火 可能又沒有打得到很積極 但是一直在打 所以呢頓巴斯那邊整個區域 從2014到2022以來 其實一直都處於一個戰爭狀態 那所以這也是 普丁這一次入侵的導火線 對不對 因為他在入侵前兩天 不是才說 我要簽字宣布這兩個國家 我要跟他建交 那這樣就等於說跟烏克蘭翻臉 對不對 你想像一下如果假設 因為台灣也有親中派啊 也有本土派啊 那你想想像一下 假設有一群真的很親中的這樣 然後跑到 我隨便講一個 假設跑永和啊 或是佔領永和 說永和獨立啊 回歸祖國之類的 然後現在如果說別的國家就說 好啦我承認你這個永和獨立這樣 那大家一定覺得說 幹你是不是跟我做對啊 奇怪了 對所以就正式翻臉 就是透過這兩個引爆點這樣 可是其實當然普丁 也把這兩個區域當作 他合理化入侵的一個理由嘛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說 你看烏克蘭政府一意孤行 想要一直想要貼近歐洲 搞得這樣現在你看你 你國內居民民不聊生 然後搞到就想獨立 我看不下去 我不得不解救這些東斯阿富人 那個血濃郁水的這個同胞們 對 所以這個普丁他號稱 就是打這種民族主義的大旗 就啪啪進去了這樣 所以其實克里米亞事件 跟現在的入侵 其實是一脈相承下來 其實是連貫的 只是在普丁為什麼選這個時候出手 就眾說紛云了 像這次新聞我們最一開始 不是都會聽 不是最一開始啊 就是說這段期間 我們應該很常聽到北約嘛 對不對 喔對 是因為烏克蘭要加入北約嗎 因為烏克蘭想加入北約 因為現在目前烏克蘭的政府 是親歐派嘛 那親歐派的話 一定會想要加入兩大組織 一個是北約 一個是歐盟這樣 歐盟大家都很熟 可是你知道北約是幹嘛的嗎 我記得他是 就是他是出來防堵蘇聯勢力的 對 那個北約就是蘇聯的頭號對手 當初啦 因為在戰後啊 二戰結束之後 因為歐洲被蘇聯跟西方勢力 瓜分成兩半嘛 對 那當初就是有所謂的鐵木分治這樣 就是東一塊西一塊這樣 戰後德國輸了之後啊 西方勢力就把蘇聯視為頭號公敵 最大威脅這樣 那蘇聯就真的是旁人巨獸 太大 所以大家很害怕 因為如果蘇聯要打歐洲 打西歐的話 那真的擋不住 因為太猛了 就是他太大 所以這時候美國為首 這些西方國家 他就說我們要團結一致 來擋住蘇聯 不要讓蘇聯再繼續往西邊擴張 而且蘇聯很想往西邊擴張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全部集結起來 組成這個組織叫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簡稱北約 他就等於說這些國家中啊 他們有這個集體 互相防衛的這個機制這樣 就不會說蘇聯把你各個擊破這樣 我今天打西德啊 明天打什麼奧地利之類的 他不會被各個擊破這樣 當然奧地利其實也不是北約啦 這樣這個舉例好像蠻失敗的 他可能一下打西德一下 懂概念懂概念 一下打法國這樣 有可能會這樣 那所以說北約就出現了 那北約出現了 蘇聯當然覺得 幹怎麼會這樣 那所以蘇聯那時候也開始說 你這樣玩一個聯盟 未來玩一個跟你拼命這樣 他就弄出了一個華沙公約組織 那華沙公約組織 就專門去克制北約這樣 可是有人會覺得說 你蘇聯不是把這個聯盟 那幹嘛搞一個華沙 你不覺得 其實沒有 因為很多人會不是覺得說 當初東德啊 捷克啊 斯洛伐克啊 匈瑪利啊 不是都蘇聯 那你幹嘛再搞出去華沙 欸錯 你知道像東德啊 捷克啊 斯洛伐克 匈瑪利 這些前共產國家 他們其實都不是蘇聯的會員 他們就是蘇聯的小弟這樣 你知道蘇聯的會員國 其實數量是很少 只有15國而已 就是集中在 真的很靠東邊那一塊 那中間這些中歐 還有中東歐的國家 他們都是蘇聯的衛星國 就是他們不是正式的蘇聯會員 可是你知道他們就是聽蘇聯的 對 那蘇聯把這些國家全部聯合起來 變成華沙公約組織 就比蘇聯再更擴張一圈這樣 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個 以蘇聯來說 如果是輻射狀放射出去的話 它最內圈就是蘇聯會員 蘇聯會員在外面就是華沙公約組織會員 那這些就是扮演了蘇聯跟北約之間的緩衝區 其實蘇聯它不會直接跟北約貼在一起 因為壓力太大了 貼一條線然後臉貼在臉上這樣 那太可怕了 所以中間會有一個緩衝區 那這個就是華沙公約組織這樣 可是在蘇聯解體之後 華沙公約組織就直接解散了 就地解散了 因為反正大哥都不管了 誰要聽你的 所以就解散了 結果想不到 就是華沙公約組織裡面的人 都是被鼓仔這樣 沒有啦 我是說以俄羅斯的視角來講 就是蘇聯解體之後 他們紛紛加入歐盟跟北約這樣 這也可以理解吧 像東歐十國在2000年初的時候 就集體跳槽到歐盟這樣 這個對俄羅斯的打擊就很大 以前是你小弟 現在當別人小弟 看得很不爽這樣 可是他幸好他身邊還有兩位 一個是白羅斯 一個是烏克蘭 還沒有當人家小弟這樣 那白羅斯現在被他抓得很緊 所以現在真的是當他乾兒子 差不多了 我們在新聞上就看到 白羅斯還在幫他打仗 然後還在借他道路這樣 怎麼那麼nice 白羅斯家好像當他自己家一樣這樣 所以白羅斯已經被他就是服服貼貼這樣 可是烏克蘭現在他們說要加入北約 那這個是普丁不能忍的地方 因為你說烏克蘭不當我小弟 那就算了 可是說要討去當別人的小弟 那真的是不行 因為北約當初的時候就專門對付蘇聯 那蘇聯解體之後 其實北約沒有什麼用處 對啊 都沒在工作 有啦 就是當初那個巴爾幹戰爭的時候 就是在那個南斯拉夫內戰的時候 北約有下功夫這樣 但是近年來北約都沒什麼事做 所以其實之前那個法國總統就有講過 他覺得北約沒什麼批用 應該要改革 要不然就不用玩 就是北約其實也沒什麼意義這樣 可是現在北約意義好像又出來了 因為被他一打就突然 北約開始就凝聚起來這樣 那其實就是因為烏克蘭之前有說要加北約 那可是北約其實沒有同意嘛 因為其實北約也知道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話 俄羅斯一定會暴跳如雷 現在還沒加就開始暴跳如雷 所以俄羅斯當初有一個條件 就是希望應該說整個西方勢力啊 承諾永遠不會邀請烏克蘭加入北約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跟你講 你現在不能誘惑我這個小弟 當你小弟這樣 應該說這個人已經不是他小弟 他的前小弟 他說他雖然離職了 但是你不能找他 到你的公司去這樣 那對方就不同意嘛 你可以想像 就是北約不會做這種承諾 他說我怎麼可以跟你保證 我絕對不會邀這個國家進來 這個很難保證嘛 所以俄羅斯當時就覺得 欸幹 越來越不爽 所以 這次就一口氣爆發這個戰爭 可是當然啦 這個不爽 這很多原因嘛對不對 可是到底為什麼 這個讓普丁最後決定要真的這樣揮軍衝過去 這樣也不知道這什麼原因 所以 哇這個很難講 因為畢竟很多原因可能我們也看不到 媒體上也看不到 說不定 但是現在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到結束的228晚上為止 因為他們現在說 烏克蘭跟俄羅斯要談判嘛 對 那談判也有可能會停戰 也有可能會怎麼樣這樣 我們到時候可以觀察 他們兩方各自提出來的條件是什麼 其實也會蠻有趣的 這個觀察 對啊 但是不管怎麼說 是希望戰爭可以不要再擴大 對啊 畢竟戰爭來 就對大家來說都不是什麼好事情 對啊 就像我們開始講了 很多人會覺得說 烏克蘭是不是沒有還手之力啊 這樣一打就趴掉這樣 那其實沒有 欸沒有而且戰意堅強 看來就是普丁真的想要吃下烏克蘭 好像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為什麼就是因為烏克蘭本身的軍隊 也很強嗎還是 其實 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那個俄羅斯比烏克蘭大那幾十倍 一定實力選選輸嘛 然後還有什麼核武啊 什麼那些觀念都覺得 哇他們好像非常的厲害 對 因為俄羅斯的確是有核武 可是現在的時代就是不是說 你按個案件核武亂噴這樣 普丁也不敢用嘛對不對 因為你噴了核武出來 那真的是麻煩 而且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無法預期 對 而且我覺得普丁要拿核武轟的話 也不會是轟烏克蘭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你轟烏克蘭的意義在哪裡 對 你要轟的話應該是真的生死存亡的時候 一發也要轟下去這樣 也不可能丟到自己家門口 因為烏克蘭就是他自己家門口 而且普丁還打這個民族大義耶 所以你說說 欸我要救你的人民 你以水生火熱之中 在核彈中下去這樣 欸幹 這好像說不過去耶 這很怪怪 但如果普丁的行為 也很難預測 對啊他就是 所以如果他在核彈這樣亂噴的話 很難講 但希望是不會啊 因為這太恐怖了 這個後果應該是 世界不能成熟這樣 對啊 對啊 所以就讓我們看下去這樣 希望可以和平落幕啊 就我們今天講了整整的就是 現在已經 40分鐘 對快要40分鐘 然後 所以我們從一千多年前的這塊區域 一路講到現在這樣 所以 你大概可以想像出來 就是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 是 纏繞很緊密這樣 那不過其實如果我們呼應 首尾呼應一下 我們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講那個普丁寫paper的事情 不是啊 就是他寫作業的事情這樣 那 他的作業不是說 他有幾個論點嗎 第一個就是烏克蘭跟俄羅斯 哇這個同文同種 大家無二一家親嘛對不對 那其實你以歷史發源來看啊 的確就是基輔羅斯 是東斯拉夫人 建立起統一政權的一個發源地 可以這麼說 對 那他們到底是不是 同一個民族 其實廣義來說 他們的確都是東斯拉夫人 嗯 但是 所謂同文同種要怎麼定義呢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像 以西烏克蘭來說 他們已經受到高度的波斯 受到高度的波蘭化這樣 所以他們在文化上跟 東斯拉夫其他地方的人 已經有很大的差異這樣 難道你說我們血緣一樣 就一定要同一個國家嗎 那這樣的話 那英國跟美國 不是找到一個合併嗎 對不對 還有一個國家對不對 對 這其實很多獨裁政權 或是侵略者的一些 言論 對他們很多人很喜歡拿這個借口 就是說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理由 對因為找不到其他理由 就找到這個 對啊 因為大家都很討厭你 所以你只要說 不行啊 沒有啊 我們那個祖先同一個人啊 這樣 那這樣讓別人來合併你啊 讓別人來親別你 對啊 就是蠻詭異的對不對 就是一位要訴諸說 我們老爸同一個人 你知道嗎 你就搞到那個天怒人怨 還一直能講這個 真實蠻悲劇的 對啊 所以 其實烏克蘭跟俄羅斯 的確是同屬 同斯拉夫人 可是因為這個千年歷史的流變 他們之間分分合合 所以他們文化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說 因為這個理由而說 別人是你一部分 看這個就是流氓的行為啊 對啊 沒錯 接下來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你往另外一個方向想 當初基輔羅斯發言的時候啊 他是在烏克蘭發言 對啊 要提出這個論點 應該也是烏克蘭吧 這真的很可笑 像有人會說 不是 烏克蘭不是你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 你猜人家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 不過這個其實 烏克蘭從來沒有這樣講過 他也不想吧 應該說這個 我覺得有一個文化代表權 這個概念 嗯 就是說 東斯拉夫人文化誰說的算 為什麼俄羅斯人 現在就說 我就是東斯拉夫的那個代表人 然後你也是東斯拉夫人嘛 對不對 那你應該跟我一起啊這樣 那為什麼是他說的算 而不是烏克蘭說的算 烏克蘭明明就是基輔羅斯的發言地 可是其實是因為 後來就是這個流變的關係 所以國力之間是有差別 對 所以其實很多民族就是這樣 國力最強的那個人就是說 我就是老大哥這樣 所以像以前納粹德國也是一樣 他說 奧利利那你也是那個德意志人 那你得到一家親啊 一起來洗手建立一個美好的未來這樣 那為什麼不是奧利利跑去跟他講 因為奧利利就是形勢上不可能嘛 對不對 然後跟別人更強的人講說 你是我一部分這樣 這樣很奇怪 那其實像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也是這樣 對 像早期當初剛結束二戰 然後再來就是國共戰爭的時候 剛結束的時候也是兩方互相說 我才是中國啊這樣 蔣介石不是一直口口聲聲說 我是中國的代表 對方來說我是中國的代表這樣 可是現在台灣人已經沒有人在講說 我才是代表中國這樣 因為四十百眼前就是說 如果台灣要宣稱說 你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台灣神聖不可分割一部分 這個論述就是實在沒有什麼意義這樣 因為你也知道就是不會發生這個事情這樣 所以就變成說文化代表權現在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邊拿去這樣 他們就會有這樣的論述 可是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的關係 因為很多人會拿台灣跟中國類比嘛 的確有一些相似性 部分相似 還蠻有趣 對啊 可是我是覺得那個普丁訴諸這個同民族主義 所以就應該要一起團結一致 然後變成一個國家 這完全沒有道理了 但聽起來歷史上就是那些 就像你剛剛講的納粹德國 大家很愛玩這招 可是邏輯上我覺得完全站不住腳 不然這個世界上應該沒有幾個國家 對 突厥國家大家全部並在一起 變一個大突厥帝國這樣 有這種事嗎 好像也很奇怪 對啊 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普丁曾經在那個論述上講到 他覺得沒有烏克蘭這個國家的存在 沒有這個國族認同的存在 是因為他覺得 烏克蘭這個名詞作為一個國家 是蘇聯創造出來 像在之前這些人都不會說 我只是烏克蘭人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 明明就是我的一部分這樣 當初是因為要成立蘇聯 或是要重新劃分這些區域的時候 才蹦出烏克蘭 所以普丁宣稱說 烏克蘭就是這個人為產物 烏克蘭這個民族不存在 這樣 可是事實上這個也是 我覺得普丁完全是一個抽換概念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烏克蘭三個字 後來才出現 所以你這些人不算是烏克蘭民族這樣 可是這些人早就存在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這些人他有自己的文化 他有自己的居住地 他有自己的語言 他只是沒有烏克蘭三個字 所以這些人 他們之間的凝聚跟認同 都已經出現了 都是存在的 只是他那個名詞還沒有安上去而已 那你現在放上去的時候 然後你說沒有啊 你們才剛出現嘛對不對 這之前 就沒有烏克蘭人這種東西存在 這個站不住腳 對啊 那俄羅斯的國民會接受他這種論述喔 不過以俄羅斯來說 因為俄羅斯當然他有選舉 他有各種什麼國會那些 可是大家都知道 俄羅斯現在一檔獨到 補丁數了算 那所以這樣 這樣的國家裡面 就當然他大內宣 大外宣應該都做得很 你知道無碰不入這樣 所以 他的國民真實想法怎樣 其實也不知道耶 坦白說 而且無從得知 那當然我們在電視上還會看到說 俄羅斯他很多城市裡面 都有一些反戰遊行嘛對不對 可是因為 會報導的人也是西方媒體 所以 到底這些遊行的 真的影響力 或是真的有沒有 在群眾的心中普遍 或佔比 對比例 搞不好你說每個城市裡面 有兩百個人抗議 那城市可能人口兩百萬 那這樣怎麼算對不對 所以就 現在現況真是 難以得知啊 真的是 不過感覺起來這一次的危機 如果烏克蘭度過的話 就變成下一個新的篇章 也說不定 其實我蠻期待 就是這個事情可以給烏克蘭 或者俄羅斯一個轉機 我是說 因為俄羅斯 現在普丁萬年執政嘛對不對 對 普丁很扯耶 就是他 他已經執政了非常非常久 而且他可以再繼續執政很久下去 你知道 所以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這一次的危機 讓不管是烏克蘭的政治 或是 俄羅斯的政治 可以有變化還是不定 就假設啦 我就假一個設 假設 俄羅斯這次行動真的失敗 被西方制裁到吐血這樣 被地上摩擦這樣 那這樣的話 普丁是不是勢必要下台 你看他現在要打這個戰爭 然後打到也沒撈到便宜 結果被打個落花流水這樣 那他 在國內的民意到底還能撐嗎 我不能確定 但我不知道俄羅斯的政治情況到底 你知道就是具體來說到底只要 如果說普丁在國內抓得很穩這樣 不管怎麼搞都沒事 哇那我真的佩服 可是我不知道耶 就 很多獨裁者都是這樣下台 就是打個仗打到失敗之後 哇 爆掉這樣 因為好像有一個說法說 普丁打這個戰爭 好像就是為了 就拉高他在俄國 就俄羅斯的民意的那個 國內聲量這樣 對啊對啊 所以這樣一講好像也是有可能耶 對啊 因為其實俄羅斯國內也是有反對派 對啊 雖然反對派都會很奇怪 還會突然中毒之類 但是 但是 如果一個國家 獨裁國家來說 他最愛用這種 塑造一個外敵 來凝聚這個國族意識 對 打爆他們這樣 對啊 所以 哇這個 萬用伎良 可是我覺得普丁這次也是不是做得太誇張 我現在看不出來 如果普丁最後還是 談判獲得了很多東西的話 搞不好他 刷一波存在感 聲望大增 說不定 所以真的恐怖囉 哈哈 我沒有辦法想耶 對啊 我們播出時間三月一號啊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收聽的聽眾 他們可能是來自未來 你知道嗎 大家不會聽得一上線的聽嘛對不對 搞不好你現在在聽了你已經過一年了 有可能 對不對 往回聽嘛 哇 你們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哈哈哈哈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下面都是金黃更新 哈哈哈哈 很期待耶 對啊 很期待這個 後續的發展可以 你知道就是 往那個和平的方向 邁進啊這樣 對啊 應該會吧 感覺是有這樣子的希望的 媽 我覺得這個事情已經超出這個 大家那個邏輯可以推斷 就是放開打這件事情 對 大家已經下了快死掉了 對 對啊 所以 好啦 不過因為 因為這個時事的東西 或是說戰況的更新啊 很多Podcast都有在做 嗯 而且其實我們也不是追時事的節目啊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說 每天跟大家報告戰況怎麼樣這樣 那 我們就是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大家一個背景 歷史脈絡 因為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 顯然不用再更新了 所以 一次聽完就好了 沒有負擔這樣 對啊 那如果說 大家如果喜歡這一集 節目的話 可以分享給大家 身邊關注這個議題的朋友們這樣 或者是如果喜歡這類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節目內容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對 上集以後就會講很多歷史故事給大家聽 就是 你講的 你講的神采奕奕奕 你有看到你的表情嗎 我很久沒有主講一集 哇真的是 我覺得 天啊 我就很像就是那種 那種VIP系的小聽眾 哇 就是現場上課第一排 不是現場上課 是現場上課 對啊現場啊 好開心 我覺得很棒耶 好好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其實未來也是可以啦 因為像我們這次是第一次嘗試這種 時事插播 嗯 那種新事 那未來如果有什麼 這種全球性的時事 然後發生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可以 我們未來有機會 搞不好也可以做這樣的專程 對啊 其實跟我們的節目也是有一定關聯度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是蠻切合 嗯 對解鎖地球的初衷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事情 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烏俄戰爭 其實媒體24小時在爆 對啊 大家會覺得 哇好恐怖喔 天啊哇這個很緊張 每天都在追 新的發展 對不對 其實世界上同一時間 很多地方都在戰爭 只是沒有被爆出來而已 對對對 那時候我在俄羅斯打 開打的時候啊 我看到有人貼文 類似就是說 哇天啊 想不到那個 就是到2022年呢 還有戰爭開打這樣 我在想說 沒有一直都有啊 對一直都有戰爭 只是 這次會一直爆是因為 第一個俄羅斯打 第二個就是 因為直接威脅到西方勢力 那所以媒體會一直爆 那可是事實上 在同一時間 在世界各地 隨時都有很多戰爭在發生 只是 他們兩邊都沒有話語權 所以 你不會看到 然後你也不會知道這樣 這個其實是蠻 蠻悲哀的事情 所以你光是想像 烏克蘭被打 你會覺得 他是受害者 他的確是 可是他已經是很 就是佔了很多便宜的受害者 不是要檢討受害者 而是說 烏克蘭在全球關注 對 在受危難的時候 大家會聲援他 會支援他 可是很多人是被打到 在地上 可是叫不出聲音 真的很多 所以 我覺得大家 如果關注 像全球不同的那種 像這樣的局勢 或議題的話 其實也蠻多 不同的Podcast節目 或是媒體可以訂閱這樣 對啊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 這一次的烏俄戰爭 然後開啟 就是關注各種不同地方的通途 的一個 新篇章這樣子 對啊 就是更了解 世界的角落 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沒錯 好 那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講到這裡 那跟大家講 就是 一批一百真的在錄上 哈哈哈哈 我不保證 我再念一個時間 再錄一批一百 哇 我又爭取到一些時間了 對啊 你不要一直逃避 要唱歌就是要唱歌 好 好 好 謝謝 我